騎電動車的遊客全停在馬路邊 一臉錯愕 因為前方一台電動車竟成了火球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就連路過駕駛看了都傻眼 3號晚上兩名路客雙載騎著電動車 行進墾丁南灣的台26線道 結果電動車突然冒煙起火 還好他們及時發現逃生沒有受傷 但消防隊員到場撲滅火勢後 電動車已經被燒得致勝骨架 受爆之後呢 然後到達現場 然後電動車已經全面起火燃燒 事由族車業者趕到現場說是保養舒適 疑似潤滑油清潔劑噴灑不慎 才造成自然意外 卻堅決不做起火調查 不過其他業者私下透露 真正起火原因恐怕是電動車非法改裝 白色這個喔 所以只要有這條跟沒這條就會有差 我跟你講沒有這條 如果它是合格的25 我們怎麼打 外地遊客到墾丁觀光租借電動車成了熱門首選 但近兩年來卻發生超過十起電動車自然意外 因為電動車的電瓶有100多個小型離電池組成 本身就毅然危險性高 而現在業者為了搶客非法改裝 也讓騎乘電動車成了遊客人身安全最大隱憂 記者張舒華評論報導